第二百三十九集 巨大的火焰双翼猛然一拍 马小桃在被那股强悍飓拉扯的同时 身体骤然加速 在这个时候就显现出修为上的优势了 同样都是魂帝 戴月恒的魂力却要比马小桃差了五几之多 马小桃的修为已经有六十七级了 距离魂胜并不算太过遥远 她的权力出手 将火焰提升到了邪火程度之后 实力强得惊人 就算是一般魂神 在属性与魂力结合的情况下 也未必能强过她眼前的状态 双翼一拍 她虽然没能挣脱那股吸扯力 但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并不是她被吸入黑暗飓风 而是那黑暗飓风被她吸扯了过去 加速追向马小桃 马小桃的身体是与地面平行的赤裂的火焰 同时从双脚喷吐而出 原本已经接近了她的黑暗飓风波 被这两骨如同岩金般浓郁的暗红色火焰一喷 顿时极大的辞职了 而且自身似乎还受到了一定的破坏 体积略为减小 而马小桃却借助着双腿魂骨的一喷直势 速度猛然暴增 身体绕出一道弧线 居然就那么掠过了黑暗飓风的坠机 直奔 独孤上山三人飞去 身在半空 她的第五魂魂光芒大发 身上释放出的凤凰火焰 突然化为一圈圈光环在身边 一个个火焰光环向后掠去 马小桃口中迸发吹声 地合 郊区居然再次加速的同时 身形也消失在了暗红色的火焰之中 真的化身成了一只火凤凰 眨眼间就到了独孤上山面前 更加神奇的是 那一圈圈向后冲击的火焰光环 就像是一道道攻击落在黑暗飓风之上 他们力量不足以破坏黑暗飓风 却能够一次次的阻挡他 削弱他 当马小桃抵达独孤上山面前的时候 黑暗飓风几乎被他先前喷射出的暗红色火焰 削弱了一半之多 独孤上山根本没有别的办法 闪躲是不可能躲得开的 他们三为一体 哪可能与马小桃拼速度 第五魂魂闪耀 幽冥狂狮五魂同样释放出了他最强的攻击力 但是在狂暴状态下的马小桃面前 三名魂王的联手已经无法阻挡他的前进了 哄 剧烈的轰鸣声中 半个比赛场地都被一片赤烈的暗红色火焰吞噬了 观众们看到的是在那赤烈火焰绽放的同时 三岛身影冲天而起 被天煞斗罗救入半空之中 但是在前面一击的剧烈碰撞之下 三人都已经受到了重创 背后的九转变魂仪全部破碎 哦不 是四道身影升空 已经因为身体负荷太大 而倒地的黄河云 也被天煞斗罗顺手抓到空中去了 同时结束战斗的 还不止是大跃恒和马小桃 另一边 贝贝也战胜了他那个难缠的对手 当然 凭借的不是他自己的力量 闪电顺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而且本身还附加有一定的雷电能力 对于贝贝的雷电麻痹效果 有着很强的抵抗作用 幸好蓝电霸王龙虎魂足够强大 贝贝他一直坚持了下来 就算如此 但星之守护破碎的时候 他也已经是伤痕累累 星之守护破碎的瞬间 闪电霸王陈小杰也感觉到了不对 他立刻就想释放自己的最强攻击 至少先解决了贝贝 但是 就在这时 一道黑线出现在了贝贝身后 当陈小杰攻击全面爆发的时候 迎接他的是一面金石厚重又充斥着冰冷气息的盾牌 玄冥致幻终于还是在这场比赛中出现了 只不过致幻的却是自己人 贝贝受伤虽然不轻 但绝大多数都是皮外伤 徐三十击提了他的位置之后 他立刻毫不犹豫地又冲了回去 而且他回去的时机恰到好处 因为陈小杰正好在那个时候 全身僵硬地停止了下来 徐三十的实力自然不足以令陈小杰停止 他的控制魂迹对于修为比他更高 而且速度奇快无比的陈小杰没有太大的作用 但是别忘了 史雷克战队之中 还有一位在先前同样郁闷的主控魂师啊 一圈冰蓝色的光环 在徐三十置换了被位位置的下一瞬间 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正是林洛臣的第五魂迹 冰药之环 不过这一次冰药之环却不是向内限制对手的 而是反向施展 在林洛臣的控制下瞬间外扩 无论闪电顺魂师的速度有多快 这也不可能快得过魂技释放的速度 而且还是一个全方位的魂技 于是他自然中招了 尽管没有了霍玉浩的辅助 林洛臣施展的兵药之环 并非极致之兵 但要想暂时冻结住一名魂力修为 比自己还要稍弱一些 更是不擅长于防御的闽弓系战魂师 还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控制克闽弓 这可是由来已久的 徐三十这个猥琐的家伙 最擅长干什么 毫无疑问是落井下石啊 第三魂技 玄冥之力 第一魂技 玄阵击连使用 盾牌直接就砸在了陈小杰的身上 尽管他的攻击力一向不怎样 但被正面硬拍一下的感觉 绝对不会舒服 那玄冥归甲盾的沉重 这也承受过的人才知道 在玄冥之力的增幅下 玄冥阵的晕眩效果 可以说是以丝不落的 全都作用在了陈小杰身上 更是将他拍向了对他苦大仇深的贝贝 贝贝笑了 她的笑容依旧是那么温和 儒雅 然后一连串的雷霆霹雳之声 就在比赛台上迸发而出 天煞斗罗 虽然是封好斗罗级别强者 但要在最佳时机 去拯救每一位比赛中遭遇危险的罪员 也是有些吃解的 尤其是当三个方面的战斗 几乎是同时结束的情况下 于是他的选择 自然是先去化解最危险的情况 陈小杰这边 虽然被贝贝狂殴 但他毕竟是魂王 而贝贝只是魂踪 胸为有差距 天煞斗罗就下意识地认为 陈小杰应该不会受到太大的创伤 怎么说贝贝看上去 长得还挺温和的 可惜 这位天煞斗罗却并不知道 长相温和的人啊 腹黑起来更要命 贝贝之前被闪电损魂王陈小杰 不知道揍了多少下 身上可以说是伤痕累累啊 被虐的可是不轻啊 贝贝从来都不是恩将仇报的人 但他也绝对是有仇必报 雷霆龙爪一巴掌就拍在了陈小杰的肩膀上 直接竟被徐三十撞过来的这位闪电手魂师 拍倒在地 然后贝贝直接跃起 做出了一个用肘关节下砸的动作 整个人几乎完全砸在了陈小杰的身上 更狠的是 在他乐器的同时 徐三十也赶了过来 在空中直接压在了贝贝的身上 两个人一起下落 陈小杰被砸得梦哼一声 他没等他恢复行动能力 贝贝的龙亭万钧就施展了出来 无数蛇垫疯狂地向他体内钻去 当然 徐三十也被垫得全身哆嗦 同时被他压得直翻白眼的贝贝一脚踹飞 钻过身来 贝贝直接就在陈小杰身上来了一套雷龙十八爪 那一阵霹雳雷霆啊 反正 当天上斗罗从贝贝找下救出陈小杰的时候 他看上去就像是一块刚刚使用于烧烤后的炭 还是燃烧过 释放着自身光和热的那种 场上的局面从变化出现开始一直到结束 实际上也不过就是七八次呼吸的时间 史莱克战队展现出的不只是配合 更是瞬间的爆发力 星罗国家学院七名队员已去其流 戴月恒站在亮前后退的九九公主面前 却并没有攻击他 只是目光平和地注视着这位公主殿下 九九公主此时已经退后到了比赛台的边缘位置 就在他从收到攻击神志被影响到神志恢复的过程中 场上的比赛基本也就结束了 九九公主有些发呆 她很想说 我最强的技能还没有使用 但是她很清楚 这已经毫无意义了 就算她的星光武魂再强 也不可能同时面对两大魂帝和五人的史莱克战队 九九认输吧 戴月恒胆淡地说道 在星光拍卖场那场 显然不是她第一次见到这位公主殿下 她看着她的眼神多少有些奇异 甚至还带着几分淡淡的温柔 九九冷冷地道 我并不是输给你 丢下这句话 她转身跳下了比赛台 同时也宣布着这场团战的结束 这场比赛从开始到结束 整体进行的时间并不算很长 甚至绝大多数观众都没有看到最精彩 也是最激烈的那一连传对阵的过程 但是这场比赛的紧张程度 绝对是本届大赛开赛以来 所有团战中最精彩激烈的一场 从最初新光国家学院 完全掌控了比赛节奏 到最后的突然逆转 以及史莱克学院的集体爆发 整个过程不但紧张激烈 更是极其刺激 尤其是在身在其中的史莱克学院主任 直到比赛结束 多少都还有些心计 马晓涛送着对手跳下比赛台 他立刻转过身 双翼一拍就到了林洛臣面前 声音沙哑的道 帮我压制 快 此时的他 双眸完全是暗红色的 胸光闪烁 仿佛要责人而死似的 林洛臣不敢怠慢 手中法杖迅速点在 马晓涛的额头上 一个冰咬之环 就落在了他身上 强行蹦在压制住体内 仿佛要爆发的邪火 冰冷的寒意 刺激着马晓涛的身体 在一连串的颤抖之下 他的脸色 才略微好看了几分 但眼中的暗红色 却并未完全褪去 戴月恒 目送九九公主 跳下比赛台 略微呆着了一下后 迅速转过身 看向倒在地上的 霍玉浩和王东 眼中闪过一丝 有些怪异 甚至有些冰冷的光芒 是啊 并不是他 击败了九九公主 那个时候 他已经受了伤 并且并没有足够的实力 击败对手的四位一体 或许对手 不能在第一时间追上来 但对手 却绝对可以解决被闪电省魂王缠住的贝贝 到了那时候 可以说是和一个团队的实力对付他一人 他又能坚持多久 接下来的比赛胜负如何 就很难说了 至少胜利的天平 是向对方倾斜的 而这场比赛 和真正力往狂蓝的 正是那已经昏倒在地的两名少年 可他们究竟是怎样做到的 尽管他们已经昏迷了 但是他们所做的 才是这场比赛上 使雷克战队一方真正的亮点 他们所展现出来的力量 尽管真正看清的 只有林洛晨和徐三十 但可以说 他们主宰了比赛 破开心之守护 再破绝对防御护照 接连两破 彻底瓦解了 新罗国家学院的战略 战术 从而彻底改变局面 一边想着 戴月恒已经走到了 霍玉浩和王东面前 温小妖就要去扶起二人 就在这时 一双手抢在了他的面前 贝贝微笑的面旁 出现在戴月恒的视线中 学长 让我来吧 戴月恒略微认了一下 原本有些纷然的头脑 顿时清醒过来 答应一声 后腿半步 给我 一双有些足热的手 突然伸了过来 将贝贝已经扶起来的霍玉浩 抢了过去 家的夜价之中 身性一闪 就下了比赛台 几个加速 就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 站在贝贝身边的徐三十 嘴角抽搐了一下 叹息一声道 我同情以后 不过我也要赞美他 自从有了他 小桃姐 就再也不会找我麻烦了 半决赛第一场 团战 史莱克学院 升匈罗国家学院 天煞斗罗 那毫无声气的冰冷声音响起 也宣布着今日比赛的结束 史莱克学院这边 戴月恒和贝贝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创伤 霍玉浩王东可以说是习惯性比赛脱离 谁让他们修为太低呢 马小桃则是引动邪火而受到反噬 在林洛臣的帮助下 勉强压制住邪火 正想要完全恢复 那还要霍玉浩这个极致之兵才行 所以才抢他而去 还是习惯性比赛的